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本其实各家的车厂都不看好 2019年的车试 在上半年的确跑得也是相当的艰辛 不过当了下半年之后发现真的是 倒吃甘蔗一样 那究竟在2019年呢 是哪一家的车厂最后夺冠 同时还有哪几家的车厂呢 其实表现不如预期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2019年的整体挂牌数据上面 比起去年来说只有微幅的成长 上半年的确是让大家捏了一把冷汗 可是不过到了下半年之后呢 由于这个进口车大量的喷发 加上呢有部分的国产车表现相当的亮眼 所以呢在整体的表现上面 真的是比预期的要好 可是呢这当中有什么样的原因来影响呢 艾达你可以不跟大家分析一下呢 赶快跟冠一报告一下 去年2019年的总挂牌数量是 四十三万九千八百二十七辆 那其实我们一直讲数据 其实没什么意思 但是还是必须告诉大家 2019年这四十三万九千辆的 这些挂牌车辆呢 只比2018年成长多少 一点一%而已喔 那冠一刚刚提到啊 其实在2019年初的时候 大部分的车厂都并没有看好 2019年的一个车市对不对 那其实呢前半年 与其说前半年 大概前三季都经营得相当辛苦啦 所以其实一直到第三季的时候 每次看这个挂牌数量喔 大家都在想说 哇 今年肯定是要衰退啦 甚至呢 四十万辆 四十二万辆 都是很危险的一个这个数字喔 还好 在最后最后有冲到这个 四十三万九千辆 那成长的1.1% 你要看一下这个东西 只有年底的时候 和泰也就是说这个 国产车的市占率最高的这个品牌 Toyota 它重新的上修了它的年度目标 真的喔 重新的上修它的年度目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整体车市里面啊 和泰车市占率是非常的高 那在这四十三万九千辆里面 我们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国产车里面有二十一万六千七百三十辆 进口车则是二十万九千九百一十八辆 大家一直在提这个国产进口的黄金交叉 从刚刚的数字上看起来 我们可以发觉 国产车的数量 是比进口车来得多啊 嗯 对不对 但是必须跟大家报告 这个国产车里面的数量 其实是包含了商用车 商用车型的数量 如果你把商用车型拿掉 我们只看一般的乘用车的话 哇塞 那就是死亡交叉 不再交叉 已经进口车 老早就爬过了 国产车整个的销售数量 但是你在看啊 我刚刚提到啊 大概啊 和泰汽车 Toyota有一个大幅度的成长 然后呢 Nissan也是靠着Kicks 撑住了它一半的数量 所以它跟去年比起来 它也有一些些成长 福特音乐Focus有一些些成长 其他的品牌啊 你可以看到包含了Honda Mazda 全部都是跟2018年比起来 都是一个下修的状态 关于你要知道 这段期间啊 还是有什么 货物税5万块补贴的一个政策 再来马上这个政策 咔嚓 没有了 2020 对 就是现在已经是2020年的开始了 马上5万块没有了 你要想想看 这个时候呢 很多消费者 会才开始观望 那我现在要买吗 政府会不会再开放这个政策 所以这有两个面向 还有去年2019年年底 可以冲到这个数字来讲 我们刚刚讲 前面一二三季 其实都不太好 第四季的数字才有往上上升 为什么 还有一个这个 期待的一个这个心理因素 因为我知道2020年马上没有货物税补贴5万了 所以我赶快买 在第四季赶快交车 赶快买 赶快挂牌 所以让第四季还能够维持一个 不错的一个销售数字 也让全年才有1.1%的成长 所以呢 以整体车市来看呢 我们看2020年 会觉得 其实还是蛮担心的一个这个状态啦 那当然希望这个选举完了过后呢 政局稳定下来了 现在没有问题 大家开始消费 我希望这个未来的车市呢 还是有一些些不错的发展空间 看完了总体市场的表现之后 接下来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2019年的年度重头戏 也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呢 到底呢在2019年不分进口跟国产喔 新车上面卖最好的销售Top10 有哪一些车款入围 我们先看一下6到10名的部分 贯仁哥你有没有觉得6到10名 有哪一些是你觉得 好像有点令人意外 令人意外的 我觉得这是C-Class 为什么 对我觉得 我们说如果以年度车款 因为一般进口车要拼到Top10的话 真的有点劲啦 对 那你看 好我们就先把 我们先从这个C-Class来讲 你看7683部 那当然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外汇车也贡献很多啦 对 那我觉得所以C-Class已经成为 你说成为台湾冰市 他的心头好还是心头恨 真的很不知道 一个大问 但是我们如果就产品来讲 我觉得产品可见 这个产品真的是还蛮受到 台湾消费者的喜欢 喜欢 没错 即使你看全新的三系列进来 三系列竞争 我觉得三系列的品牌竞争力非常非常高 但是它依旧还是还蛮厉害的 那我觉得几个原因 第一个我觉得它的造型到现在来看 还是真的还蛮大气的 符合台湾消费者喜欢这种 尤其是因为又是冰市 然后又是觉得 虽然是一个中小型房车 但是还是看起来还蛮大气的 对 很大半 对 很大半 然后加上 台湾冰市它在2019年初 就把这个所谓的23P 都列为他们的房车的标准配备 对 所以再进一步的巩固它的市场 那我们来看 第二个我比较想提的就是Focus 那刚才艾达有讲过Focus 其实去年是它贡献的福特整个的一个 市场占有率的挂牌数 那我觉得Focus 很值得 可以 我觉得在行销学上很值得来 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说你看Focus 它第一次 以前的新车出来的时候 它配备都会留一手 譬如在蜜月起或是 年中的时候或在小改 或是特色车才会推出来 但是它一开始的Focus 就是把所有的配备 配好配版全部配上了 对很猛 很猛 非常猛 那你说它把好料出尽之后 那接下来怎么办 那我觉得现在 以福特六它的行销方式 还是蛮灵活的 你看它还有什么 接下来有什么美梦啊 陈真啊 然后还有一个现在 而且它刚开始一上次那种 什么后面的扭力量 虽然是有点负面 但是也创造一个话题 把Focus炒热 然后到后来 它去年年底有推一个Lomo 对 所以它整个是 虽然它是把 第一次把配备配好配满 然后也把那个半自动驾驶 Label 2 全部用上了 但是我觉得它在陆续的一个 维持它的热度上 它操作的还蛮不错的 不管是在车型上的增加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 亲民的价格 还有一个你要的那个 ST Line的那个 就是多连感 它也是全部都上来了 那你看 那我们看它今年2020 当然讨论度还是蛮高 就是它Wagon 是不是要进来了 Active的那种 一些其他车型 所以我觉得继续应该 Focus应该 它的热度还会持续在 今年的2020年度上 那再来我们看 HRV HRV我觉得 虽然我们说它去年也经过一个小改 但是也被 被商品骂爆了 所以好像其实看不出来 但是我觉得 HRV还有这样的一个数字 我觉得最纯粹是什么 它的空间的灵活运用度 还有它的品牌 它的二手价格 所以造就说 虽然它在小改不尽人意 但是我觉得 以它本身的产品实力来讲 本质来讲 我觉得它还是蛮有竞争力的 那当然你看除了 那Sienta跟Vios 我觉得Sienta 因为它也面临 它也在去年也进行了一个小改 然后它把一个什么PKSB的 就是防撞 前后的防撞系统 也弄上去的 虽然没有把什么所谓的TS加上去 但是它有一定的一个价格带 竞争力的价格带 然后空间上 它在目前这个急剧上 它几乎是没有竞争对手的 所以它还可以保持一个 1340一波 那Vios我觉得是一个长青数 那对何台来讲 它现在这种小型的房车 然后很亲民的价格 可以符合不管是 你说老年人 或是刚入手的 对 我觉得都还蛮符合 他们这样的一个设定 好 我们看完了6到10名 新车销售卖最好的这几款车之后 当然1到5名的部分 我们看到冠军 是不是卖到没有朋友的神A呢 冠英 没错 你刚刚看过这个6到10名 现在我们来看1到5名 这1到5名 你要进入这个前5名 老实说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你要有你的销量一定要达到 1万4千辆的水准 你才有机会进入到2019年的前5名 而我们看去年的2019年 这个不分品牌进国产进口来看 这个一般品牌的车型前5名 当然第一名不用说一定是Altis Altis就是国内的神车 它已经残练了16年的国内的销售冠军 这个再说就是锦上添花 因为它实在太强了 对 预测未来今年以后 只要有Altis继续贩售 我想何泰都会继续让它做第一名 而的确它也有这个实力 在国内稳坐第一 至于Red4 当然不用说是进口车的另外一款第一名 它也不用说只要有它在 未来只要有Red4 它一定在国内一定有它的实力 表现在第二名 因为从它这一代车型来看 它实在表现得真好 而且这两款车型你会发现到 它们在去年推出来之后 因为Hybrid车型的导入 然后让它整个市场膨胀 这个Altis有5000辆是Hybrid 而Red4 则6000辆是Hybrid 所以光是这两部车子Hybrid车型 就为国内市场带来 1万1000辆的Hybrid的增加 至于看Kicks Nissan Kicks 我们必须说Nissan很厉害 Nissan在每一年 每一年的销售排行榜里面 它都有一款车型 让它留在前五名或在前十名 像这次我们看到Kicks 过往我们知道是Titara 不然就Levina 都是一种五门先辈造型的车款 在这个前五名出来 至于Honda CR-V C-RV 虽然它碰到了这个Red4 销量掉下一点 但它毕竟还是一款 非常厉害的车子 包括我这个唐妹 她还回来 从国外回来 她指明在美国看到的 不是C-RV 就是Red4 可是她对C-RV情有独钟 所以回过来 第一件事就把C-RV买下来 真的老外很喜欢C-RV 对 她说空间真好 至于这个Toyota Yaris 这个Yaris 跟刚刚我们看到的Vios 它这两部车子 其实都是Toyota里面 这种长青车款 Vios 它我们刚刚看到 它都保持在9000多辆 跟这2018年差不多 但是Yaris 却是从这个2018年 往上成长 从2018年 不足1万辆 到去年 居然达到了13000多辆 快14000辆 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因为它有C-RV Yaris C-RV 贡献了3600辆 让它整个数字往上再跳 你就可以看到 Yaris虽然推出已久 但是它透过良好的包装 让它在市场 依然有相当大的实力 其实2020年 我们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因为很多汽车媒体 常常在讲说 2020或是本来预计 2019 Altis跟Ruffle 会不会Ruffle 卖赢Altis 因为大家都说 现在是SUV的主流 所以我们2020 稍微再关注一下 那看完了刚才的前10名 新车的销售 Top10之后 其实每天你在道路上 都可以看到 这前10名的车款 在马路上跑 所以大家一定非常熟悉 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的 来关注一下 到底品牌的争夺扇上面 一般品牌 入围前10名的品牌 有哪一些呢 罗哥 对 我们列出前10名 第一名 理所当然就是Toyota 对 而且你看它市占率 高达28%了 还比去年成长了15.9% 这个去年是指2018 所以你就知道 Ruffle跟Altis Altis贡献很多 两大神车的贡献 多么可怕 那Mitsubishi呢 刚才的前10名的车子 根本没有半台是Mitsubishi 对不对 但是它凭什么跑到第二名 突然 47000多台 事实上这要含中华汽车 也就是商车的部分 对 商用车 所以其实它的轿车的部分 可能全部加持来大概 只有17000多台 那其他的部分 你看大概3万台 都是进口或者是国产的 中华这个品牌 就譬如说Zinger 德利卡 还什么林立 这几个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中华汽车 在商用车真的是一个 可以说几乎是独家 所以它才会有 这么高的市占率 不过它相对于2018年来讲 还是小跌的 那其他的我们看 游算涨的部分 我们先看你看 Nissan 比2018年多了4.4% 这个当然是Kicks的功劳 我们讲过很多次 然后福特 这个当然是Focus的功劳 有没有 再可以排到第五名 那Honda你看看 摔退的是4.9 它其实摔退的非常的多 所以幸好它的CR-V 还勉强撑得住 否则 那是2020怎么办 对 所以这个就是2020年Honda的挑战 有点紧张 可能福特搞不好有机会往上跳 这个你看看 这个数字 当然还是差了一万多台 不过 但新的KUGA要来了 对 加上KUGA的威力 加上Focus 应该还是持续的销售 那Mazda可以说是 跌得最惨的一个 你看跌了35% 当然因为它的那个马三的这种五门 的这个车款 大概都被Focus给吸走了 吃掉了 完全被撕掉 所以而且价格也提高的关系 没错 你看看 所以国内的消费者对于 价格是多么的敏感 还有CP值 CP值 又便宜 然后呢又可以拿这么多的配合 价格就是CP值 决定一些 对 所以在这部分 实在是差异非常的大 这几乎是大翻转 对 否则的话 他以Mazda的 18年的销售成绩 应该是在前五名 对 对 那我们再看到 福斯 自从福斯这个柴油门之后 他就一直没有很大的起色 去年甚至还继续衰退 跟前年继续衰退 那现在呢 也没有很好的表现 那我们再想第九的Suzuki Suzuki去年记不记得 超级热门的金利 金利 终于进来了 可惜 因为实在量太少 哦 如果他可以 持续供应的话 他绝对可以超过万台的 可是很可惜 他其实在前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预期 去年会掉 因为主要是他的商用车 因为环保法规 所以停下来 那台Carry 有沒有 他的商用车停了 那虽然知道有金利的预期 会稍微挽回一点 可是因为交不出来 那Suzuki呢 我觉得他也很惨 你看他跌了23% 所以除了 因为他的Forester 车型 因为新的这一款 没有Turbo 所以少了很多 这个始终的爱好者 所以他的动力就很普通 那加上Rawful的起来 所以把他的市场 其实抢了很多种 对 所以前10名大概起来是这样 那我们就是期待说2020 今年新的一年 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品牌上面 还会做一些的变化 调整 对 我觉得今年 还蛮有戏可以看 好 看完了一般品牌的 销售表现之后 其实呢 这一般品牌可以说是 台湾的消费者 所消费的大宗 不过呢 在豪华品牌的部分 其实竞争的程度 也不亚于一般品牌 厮杀的也是非常的激烈 豪华品牌的Top 5 到底有哪几个品牌呢 从豪华品牌列起来看的话 第一名是Marsini Express 第二名是Lexus 第三名是B&W 第四名是Volvo 第五名很特别 是Porsche 因为Porsche的车单价相对而言 来得比上面四个品牌来讲 都还要来得更高 那其实我们有几个观察重点 你看看大部分的进口品牌 尤其是这些豪华品牌 都是出现成长的一个状态 比去年都要来的成长 那当然以Lexus 是大幅成长最多了 那因为Lexus 现在你看它的ES UX NX 全部都卖得非常非常好 记得喔 还有一个IS 已经是末代产品了 对 未来它如果要再推陈更新的时候 我相信在2020年 Lexus 可能还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而且以这个成长率来看 我想Lexus这个高阶主管 今年应该是过了一个非常好的年 不过啊 它跟这个賓士以豪华品牌来说 还是有大概六千到七千辆 七千辆的一个这个 将近七千辆的一个这个销售差距 可是因为賓士品牌啊 它的车选择很多 它用车海战术 当然 冠云你说对了 相较之下跟Lexus 賓士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样子 它的车型太多了 反而是个问题 反而不好卖 再加上又有水货在那个地方 其实占了它不少的一个这个销售的压力啊 那当然啊 所以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 Lexus也罕见的发出了一个新闻声明稿 说 其实啊 我Lexus 才是豪华品牌的销售第一名 为什么呢 因为曾经有一个月啊 它的单月的销售数量 干掉了冰士 而且还包含水货 是 包含水货它都能干掉的冰士 所以呢 后来它就 后来有一个月又差了四台的样子 是不是 没有赢过冰士 所以它罕见的发在新闻稿 说 这个冰士呢 里面有一堆是水货 我Lexus 全部都是总代理的公司货 所以我才是总代理 豪华品牌的销售第一名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起来 很有意思 我刚刚有提到一点 以进口车的豪华品牌来讲 全部都是成长的一个状态 Vobo 算是非常的稳健 对 六千四百七十六两 因为呢 它在一般品牌里面呢 它还卖赢了什么 苏巴路 还卖赢了苏巴路 所以 以这样的一个销售数字来看 它稳定的成长 稳定的维持 它的市占率 每年有六千 六千台的一个这个销售数量 所以Vobo 它会是持续再去做一个销售 那再来我们看到Porsh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品牌 因为它是属于豪华之中的豪华 而且是跑车品牌 对不对 市占率先不管它 因为它卖的相当好的数量 里面有占比多少 几乎都是休旅车 而且其实啊我们在看啊 今年去年2019年的时候 很多这个Porsh车子 并不是卖得非常好 开始进门展间 已经有降价的一个这个方式 所以它还是能够 维持一个小幅度的成长 其实7.1%已经不算是 一个小幅度的成长 就以这个品牌来说 对 就以这个品牌来说 但是比起它往年车型的 整体销售数量来说 它是开始要有点紧张 的时候了 或许保时捷台湾 该思考一下 它在台湾的一个营销策略 是不是有错误 好 我们看完了 各家品牌的争夺战之后 几家欢乐几家愁 不过接下来 我们要关注的是 在各个车型上面的表现 2019年 谁表现得最突出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就是在轿车这个局局里面 我们一样不分进口跟国产 轿车里面的销售Top10 有哪一些车款呢 大伟哥 这些车款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跟我们刚刚介绍的一般 就是品牌的这种车型 就前十名 大概有很多的重复度 但是有几部车子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看啊 第一名依然是Toyota Altis 而第二名就是由Yaris上来了 而Yaris我刚才讲了 它虽然是走轿车 但是它有三千多辆 强调的是它是另类跨界的这种Yaris Crossover 那至于福特Focus 那也当然不用说 这部车子是去年福特的Hero car 每两部福特车子卖出来 就有一部是Focus 今年大概也维持这样子一个比例 应该是这样子 那至于吗 Toyota Vios 我们也介绍到了 这个Vios它在国内也是这种小型入门 这种长青四门房车 至于Livina Livina也是这个Nissan里面 除了Kix之外 它也是当家的第二把手 这个Livina 它因为这车子也是经走经济实惠 我们会看这车子会联想到什么 跟Toyota的Sienta很类似 但Sienta走的是日规造型的 一个新时代风格 Livina则是已经走 已经卖相当长久 能够在市场上保有这个前五名 我觉得也是相当厉害 至于Nissan Tita 你看我刚刚不是讲吗 Nissan除了过去的Kix 除了去年的Kix之外 它过去两款车型最重要 就Tida跟Livina Tida跟Livina 所以你看这两款车型 基本上就在这里 博众之间 而Tida今年卖到5000列以下 那当然也是情有可原 因为市场上 面临很多强敌 新马三或Alice的出现等等 让它的销量掉下来 至于马自A3 说到这边就可惜了 这部车子在2018年 它的市场整个是卖出了将近8000辆 然后到了去年 它只有不到这个 它的一半多 超过一点 所以你看这是很可惜的 至于Mitsubishi Coe Plus 则是我们所看到的 它除了Outlander 是在SUV部分 它是卖最好 Mitsubishi它一般轿车 靠的就是Coe Plus 而Coe Plus 我们先前也在节目上 也把它这部车拿出来 我发现这部车子 原厂中华 真是投入相当心力 把这部车改得比原厂 日本原厂还要好 只有电动尾门 对不对 多变化的车厢空间 连数位仪表 中华都把它开发出来 但是价格却是那么的经济实惠 所以我觉得这部车 真的是一般这种 你假如是预算型 然后第一次入手 要有晋升四轮族的 我觉得Coe Plus 绝对是可以考虑的 至于Toyota AORIS 而这部车子 和第四名的Camry 都是去年Toyota 在这个进口车里面 很重要的两款轿车 而这ORIS在这里 我们看到它已经也跳起来了 也卖到将近4000辆 至于Camry 3600辆 只差一些 但是在这里的数字 只是它的进口车 我们别忘掉 其实Camry 还有它国产车 还有它入门车型 其实还在少量生产 所以加上它的 少量生产1600辆 其实Camry 它的数字 其实是超过5000辆的 好 我们看完了 在这个轿车集聚部分 的表现之后 我们现在常说 在台湾的市场上面 轿车跟修旅车之战 我们也要来看一下 除了轿车之外呢 到底修旅车 在2019年 我们一样不分 进口跟国产 有哪一些是进入了 前10名的排行呢 坤诚哥 当然不意外的是 当然说Ruffle 还是遥遥领先 29000多部 轿车跟修旅都是Toyota 所以难怪它去年 市场率会提升 成长很多 那我们大致讲一下Ruffle Ruffle 我觉得Ruffle 今年2020年 它当然还是会持续的去 很热销 然后很夯 为什么 因为它我觉得 它产品的价格 价格带非常有竞争力 然后这个价格带里面 它有很多车型 可以让消费者选 那再来就是 它还有一个 Hybrid的一个 独特的一个选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 目前非常受盖 产品的强项 对 那我们看第二名跟第三名 是理尚的Kiss 跟Honda的CRV 其实这两个你看 它互相缠斗得非常激烈 对 你看 所以16,882部 跟16,476部 可车格完全不一样 它CV 对 所以同时也 由此这边可以看到 其实你看我觉得 现在休旅车 已经超越 房车的一个市占率了 以前房车 我们做中小型房车 Altis那个急剧 遥遥领 其实大概是 占我们整个市占率 大概30几% 那现在其实 已经翻转过来 休旅车已经是 超越房车的一个市占率 那我们刚才讲 Kiss跟CRV 我觉得Kiss CRV 刚好面临 它们刚好是一个就是 状况比较类似就是 它是已经推出来 一段时间的一个车子 然后它 当然CRV在今年 大概第三季 就会推出小改 那可能 所以在第三季推出小改之前 它还需要再辛苦一点 那当然我觉得 刚才大家都讲到 CRV的口碑也很好 然后空间也很不错 那最主要 我觉得它 除了空间 口碑 跟二手的价格 那最主要我觉得 它那个1.5的 这个 I-VTEC的 Turbo引擎 它目前这个 这个急剧里面 算是最特别 然后马力最大的一个引擎 那Kiss也是 我觉得Kiss 它可能还要再需要再加码 在今年在 还没有什么任何小改之前呢 因为它要面临到 大家一缸子的 这种小修理会出来嘛 所以我觉得 它应该还会在 有一些 一些些 配备上的增加之类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名的Sienta Sienta Sienta我们刚才有分析过 Sienta是 它 Toyota在去年 有经过小改 那再追加一些配备 所以在 而且它是在这个急剧里面 是唯一的一个 这样的车型 所以它会占到 我们这次的 2019的Top10 Top10的第四名 13401部 HRV HRV相对 我们说HRV跟CRV 两个 已经现在是目前 Honda的 两大支柱了 对 那HRV到目前为止 当然 它相对跟Kiss一样 它要面临很多 新的一个竞争的来 然后 所以除了 我觉得Kiss 它除了有自己的东西 比如说自己的客体 如果我要增加配备 那CRV HRV呢 就Honda 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相对来说 Honda比较保守 对比较保守 那他们今年会在 会对CRV 做出什么样的一个 比如说在 在 第一线的一个 让利的空间 会是不是更 增加更多 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 HRV今年 也是算是 比较辛苦的一年 然后 接下来6到10名 6到8名 大概就是进口车 那CS5跟Tiquang 你看大概一个5000多部 一个4900多部 Tiquang 我们先讲Tiquang Tiquang它 后来也是把车型 把它简化了 然后把IQ Driver 就是我们所谓的 主被动安全 那种智慧驾驶 辅助系统 也都上去了 所以它为此 还可以维持到 4900多部 而且是目前 现在VW裡面 算是它的主流 主力车种 CS5比较可惜 是因为它之前 有面临到一些 问题的争议 所以它维持在 保持在5500多部 那我觉得 这个我觉得在 而且它也简化车型 它把百万以内的 先剪掉一个车型 它从百万以上的 那当然一番位为了跟 它有一个CS30 要让它控出一个价格 再给CS30 那CS5 所以我觉得CS5 它的定位会是在 它就是跟Tikwon 去稳稳地去这样 去成长 然后可能 有一些互相的一个 厮杀 对 那CHR CHR我觉得这是 非常的一个个性化 然后它也小改了 然后 它也把它的所谓的 智慧家族也放上去了 那我觉得它这个市场呢 是它目前为了一直 它是独家 而且有Toyota光环 还有品牌 所以以它目前 在今年2020年 我觉得它还是会有 这样的一个表现 它会很稳定的 就是持稳 对 那我们刚才讲 KUGA今年要面临 要到全新大改管 对 那以KUGA的 一个目前现在 你看它战力 其实都还不错 我们说它是最早的 就是那种所谓的 比较有这种 主动安全的一个 先行者 然后再加上 第二个 像现在价格 也可以控制得非常好 所以有可能 有可能它以 全新的KUGA出来之后 它的旧KUGA 还会可能继续再贩卖 然后去补足它什么 那种它所谓的 CUB 比较不足的一个量 由旧的KUGA去代档 所以这是一个策略 那HTRAEL HTRAEL我觉得 值得观察就是 它现在简化成两个车型 而且它把它的所谓的 智慧家族全部上去了 而且价格大概也非常非常的 有竞争 一个在百万以内 一个在大概百万上下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虽然它面临到 它面临到 这么多的竞争队 HTRAEL 它简化车 淺化配备之后 简化车种之后 然后增加它的配备 然后以合理的价格 那企图是希望说 在这个 这么受欢迎的 这种休旅车 它希望能够保有 它一定定某种程度的 一个市占率 好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一般的轿车 的挂牌数 还有甚至于 在休旅车的挂牌数上面 我们不难发现 其实第一名跟第十名的差距 是蛮大的 可是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豪华品牌部分的轿车 其实基本上 它们的差距 就没有这么多了 而且其实每款车 几乎都有成长 对不对 因为新车的关系 是 所以你可以在表列上看到 比较特别的 几乎都是新车 只有什么 这几个是旧车 那当然这个有一个 新旧交接期 对 所以它其实它每一台车 销售数量 并没有差距太多 没有像 一般品牌这样子 哇 前面的几万台 后面的几千台这样子 差距这么大 但是从这个 豪华轿车的这个 Top10里面 我们来看到 其实可以观察一些些重点 你可以看到 宾市的C-Class 有7683台的一个销售量 位居在于这个 豪华轿车 Top10里面的冠军宝座 那比起第二名的LASUS 4176 其实赢了3000多辆 但是根据我对市场的观察 以及跟这个 水货贸易商的这个车商 了解跟他们工会的一些理事 他们聊天说 去年呢 总共进了多少辆的这个 C-300啊 很多吗 我只能这样说 好想知道 如果把水货数字拿掉 C-Class 跟ES 他们是需要互换位置的 真的假的 对 真的是需要去互换位置的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宾市对水货商 是又爱又恨的一个状态 那当然编来不是三系列 我们刚刚讲 它也有一个新旧交替的一个这个状况 所以基本上呢 我觉得明年呢 我觉得蛮看好这个 三系列的车 一系列的车 它会有一个蛮好的发展 那让你知道我们看到A-Class 其实A-Class已經 推出一段时间了 但是它并没有 预期前一代那样子的一个这个销售数字展现 所以 事实上 宾市他也在思考 就是说 我怎么在台湾市场去做经营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 IS 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已经是旧到不行要淘汰了车子 淘汰了车型了 你干嘛这样说 在市场上面相较于市场上面 其他新世代的产品而言 它事实上是这样 但是它的产品 但是它产品好不好 好啊 稳定度高高高啊 妥善率好不好 这个保持架好不好 好啊 所以它还可以卖出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销售数 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那你可以看到 这豪车等级的S-Class 怎么也可以 进到这个Top10里面呢 那大漆在哪里 大鼻孔的大漆在哪里 它不是新车吗 卖出的S-Class 其实S-Class也是产品末期 所以其实现在有比较多的一些优惠 有些促销 甚至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现在去展示肩毛 你还可以买到2018年的库存车型 现在S-Class它有一些很大幅度的促销 在这个环境 在这个市场里面 所以它有机会还算是蛮 怎么讲 我相信賓士S-Class 卖进Top10 它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它想到我后面口袋里 还好多车子 哎呀 真的压力好大 来 为什么我们刚刚讲的 你看看 冠仪你看一下 这里面 Top10里面双B有多少 有7辆 是不是 有7辆 哎 有这个 2辆 是什么 L Nexus Nexus相对的豪华品牌 还有一个叫Infinity 它也没在里面 所以其实 就是同样是日系的豪华品牌 但是它其实整个在市场上面 反应的程度 其实表现是不太一样 那唯独一个是什么Volvo 欧系的这个Volvo 我们一般来讲说 我们会觉得豪华品牌就是什么 1A2B Lexus Infinity Volvo 那当然撇除那个什么特别高端的品牌 Volvo这个默默的卖到了Top10 而且这个V40是怎样 停产车型啊 以后没有了 对 它还能够冲到这个数字 我觉得Volvo是相当的厉害 就是我不跟你在这个地方 什么Lexus 冰市炒来炒去 谁是第一名 这个E系列 要跟AXS在那边打来打去的 我默默的 趁你们打仗的时候呢 我就默默的卖我的车 就好比 你看去年的这个车展 我知道Volvo 在台北跟高雄 两个车展 接单超过400辆 接单超过400辆 你知道400辆是什么概念吗 以平均车价200万来算的话 它的营业额会是8亿元 8亿啊 那8亿啊 你算算看 假如说10%的获利量 获利的话 是8000万新台币 一个车展 我问你 两场车展它投资到8000万吗 不用啊 甚至连25%都不用啊 大概都 所以你说它有多少获利 那其实获利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想想看 有多少消费者 去了它的展区 看了车之后呢 非常满意的 你再没买 我下个月买 下下个月买 我获得了一些客户的资料 这个才是它最聪明的地方 也让它呢 默默地在豪华品牌里面呢 拉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我们看到在这个豪华轿车的部分啊 賓士仍然稳坐冠军的宝座 可是呢 来到休旅车可就不是喽 它既然把它的冠军的位置 让给了Lexus 尤其是Lexus的MX在2019年表现 真的非常好 对不对楼哥 对啊 没错 因为其实你要看 NX跟GLC第二名这个 它算是同一个极具的车子 是 那这个的价格 大概150 560就起跳 对 156万 对不对 就可以入手 GLC呢要230起跳 对不对 所以差了80万 真的 所以如果你的价格 还有等级是同一个 而且感觉差不多的话 当然便宜80万的车 会卖比较好 对不对 而且NX它还记不记得 它还不是新的底盘 它应该也准备要大改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当然在整个价格上面 也还蛮有优势的 应该是展现它品牌 对对对对 所以说NX你看 到现在还是卖得这么好 那GLC 我们讲太多次了 也不用再多说了 那UX你看看 Lexus 这个算是新来的小老弟 它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 所以有的人 就会在UX跟NX 这两个之间 犹豫啊 我要不要再多一点钱 就买这个比较大的 那有的人会说 这个UX 原来才130万 就可以入主Lexus 好划算啊 对不对 所以这些 这种心理因素 让所有的 本来就是很支持 Toyota的买家 心好痒 好吧 我上去一下 这把Lexus内 UX 而且这个UX 又新世代产品 也是新世代又很漂亮 对不对 那RX更厉害 它比这个GLC 等于是更大一体的 它等于是GLE的车体 那 但是这个价格 同样的价格 你可以 不只买GLC 你可以买到更大的 这个RX 而且RX 这个它又有加长版 它的车系非常非常的多 你从200多万到三四百万 都有 你可以买得到的 所以它几乎等于是在 这个集聚里面 它大概就全吃了 全赢了 但是它虽然没有GLC卖得好 可是 因为你看看Lexus 就有几个 NS UX RX E34名 加起来的话 等于是其他的 名次加起来所有的数量 所以你就知道 在豪华修理社 其实真正的大赢家是Lexus 这是无庸置疑的 对 那我们再继续看 BMW的X3 我一直觉得就是X3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 卖的GLC的数量 这个也是 因为我觉得其实X3的这个 整体都非常的好 就好像 这边我们这样看不到X5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这个排行榜里面 是不是因为全世界太热门了 然后就一直买不到 还是怎么样 也有可能 明明改得这么漂亮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很奇怪 就是刚 艾大在讲那个 轿车的部分也是 为什么三系列一直卖的 没有办法像C-Class 明明三系列这么棒 还是因为它前两年的动作太少了 大家有点忘记它了 有可能 尤其像BMW的话很奇怪 他们都是喜欢 刚推出来的时候 都是高性能版本 然后一出来的价格都太高 一出来就把大家吓跑 然后它后来才出 真正会销售的 比较平价的版本 大家可以接受的版本 但是它的第二波的宣传都不伶俐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觉得 哎呦BMW怎么这么贵 然后目光早就已经离开它了 对 在台湾的市场是很现实 你第一波上来 没有吸金的话 以后大概就很难再上来 所以我觉得BMW在策略上 可能要针对台湾市场 要做一些调整 对 是的 那像Volvo的XC60也很厉害 你刚刚看到轿车有V40 但是XC60默默的也是 卖了一千多台 卖的还比X1多 有没有看到 这很妙啊 Volvo 对 Volvo卖的比X1还多 然后再加上 再接下来你看这个GLA 我就觉得 以宾市来讲 GLA其实是卖的非常差的 可是它也算不错 这个2010 GLA 你跟A-Class来讲 A-Class再怎么样 也是卖两三千台 对不对 但GLA它也是休旅 它虽然它也是 当然在Top10里面 对 但是你相对来讲 你这个跟GLC怎么比 它比GLC照理说 比较便宜的车 应该卖得比较好啊 因为车格很小 对 重点就在这里 GLA实在车格太小 而且在相对来讲 它的车格这么小 它卖的价格又太接近GLC 所以大家都会 互相影响了 对对 那Markane又更妙了 以前我记得在18年的时候 Markane刚刚上市没多久的时候 它一个月几乎是卖的跟GLC一样 将近500台 可是去年怎么变成只剩下1400多台 全年 因为价格也提升很多 对价格也提升 而且它的那个自动驾驶这些东西 没有标配 全部都要选配 对对对而且都很贵 然后GLE也是 我觉得它还没有卖起来 可能也是上个礼拜爱大有讲 可能有一些中美贸易关系 有一些零件 供应上面有点问题 对对对 所以 但是总之来讲 我们看到了 豪华休比车 这些原则上 大家都十字名归 你在路上的能见度 也真的是非常非常高 刚才我们看到了 像各家品牌 在2019年 有些品牌是大丰收 可是有些品牌也度过了 他们的寒冬 那还有哪一些市场上面 值得关注的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带我回来 2020各家车厂 可是摩拳擦掌 有一团阿拉谷的新车 要跟大家见面说 先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在第一季的时候 有哪一些新车呢 会亮相 第一款呢 Audi的A1 相信是许多年轻族群最喜欢的 而且我们在台北车展上面 也看到它了 真的产品相当有竞争力 对对 道卫哥 我相信今年有去过台北池染 看过Audi摊尾 一定会被一部小车所吸引 那就是Audi A1 就全新一代二代车型 这种车型 虽然原厂早在2018年6月 才就已经出来了 我们已经拖了到今年才来 但是管来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它在这个Audi 准备要起风的时候 它导入这个产品 我是觉得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一个入门车型 对年轻消费者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那我们看这次A1 它整个的一个造型来说 你先不要管它造型 造型就帅 然后它的尺码 又比以前不到4米的车长 拉大到4米30 比以前都56mm 然后外形上 你不要说 它的车头 引擎盖那边有个三个孔 是向它过去经典造 清典车来致敬的 然后整个那个崭新造型 加上放大的尺码 当然就会对这款 这个Audi 最新的入门小车 有一个吸引力 想要去看它 然后坐进去之后 哇 你看到 它仪表板 是10.1寸的数位仪表板 旁边的这中控台 当然看配备等级 有8.8寸 有10.2寸的 这样子的一个萤幕 而至于整个一个车室空间 当然是比过去的 这个前一代车型 要来到好的过 过去的A1 它有五门 有三门 那种小车型当然可以 现在车型全部只有 五门造型 路线 然后除了车室空间 变得好之外 它的吸引箱空间 当然也比以前 来得更好了 现在最起码都已经 有300多公升以上 然后椅背倒下 1000公升以上 让你来花用 而至于动力上面 它配备的全部都 只1.0寸 激烈三缸动力 然后动力是116匹为主 然后依照配备等级 然后不同 然后放入它的 Audi Prestance的主动安全 让这部小车 让大家觉得 外形有空间好 然后在质感好 然后安全也可以到位 那当然它入手价格 会比一般这种 我们说它VAG集团 同一款的Polo 来得要贵 它这部车要入手 就一定要从126万 我觉得是可以来看看 除了Audi之外 其实BMW在2020年 也有不少的新车推出 包括了BMW3 Turing 还有呢 在台北车展上面 隐藏在那个神秘的 小房间里面的2GC 而这两款车呢 它的产品竞争力如何呢 昆仁哥 这两款的产品竞争 我觉得它有它的 大部分最主要诉求 是个性化 那我们先看 这个三系列Turing 那我觉得三系列Turing 刚才其实大家都讲到 其实三系列是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产品 那个底盘 是非常非常厉害 然后它的配备 也是配好配满 它所谓的主被动 也都全部上了 那我觉得比较可惜 对我觉得就是 它最近这几年的 一个策略就是它 你看它这个三系列Turing 它现在目前推出来的 也是以这种高阶车型 像330i跟M340i 那M340i 接单价是360万 所以你看 以这样360万 是不是又会下 又会下跑一些 喜欢这样 这种三系列Turing的一个 那你没办法 因为它是先把高阶的东西 高阶的车型导入进来 那其实三系列Turing 我觉得它除了在 向来在三系列 我们说它底盘 操控乐趣之外 它多了一个实用性 那当然今年呢 2020年呢 它还会导入它 它比较入门的啦 可能是320i 但是导入实程是 目前还没有确定 然后接着我们看 二系列的Grand Coupe 那这个是 这次在台北车展 有一个当作 是一个神秘嘉宾 来出现 那二系列的Grand Coupe 它对到的是 当然是Mercy-Benz的CLA 这种所谓的Forto Coupe 那其实这两 这两款车型 这两个车旁的造型 我觉得CLA 它是比较属于elegant 然后比较优雅的 比较都会的感觉 比较都会的 然后比较内敛的 比较含蓄的 那我觉得二系列 Grand Coupe 它一看 你看那种水箱护照啊 整个前低后高的 腰线的设计 我觉得它就是充满 就是跟它品牌的 性能狂野路线 对对对 跟它品牌非常非常符合 那二系列向来 是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那所以我觉得它跟CLA 它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诉求 一个是比较诉求都会的 然后你不喜欢开制服车 所以你就可以开一个Grand Coupe Forto Coupe 那二系列的话 它除了希望有个四门的实用空间 那对于操控它完全不会妥协的 二系列Grand Coupe 是相当有占优势 那这部车同样也是在今年的 2020年的第二季 会再来会上市 它目前也是以高阶车型 比如说像M235i 那倒价要258万 天啊 所以它的策略到底是不是对的呢 看完了BMW之后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福特在2020的这个舞台上面 表现也是精彩可其啦 除了有这个Focus ST之外 我们看到在车展上面 也亮相了一个Ranger XLT Super Cap 请问一下艾达 为什么福特会推出这一款 Ranger的算是SLT 应该说是一箱半吧 是 这种产品到底在市场上面 接受多了 Focus ST来说是大家预期 会在车展中出现的 是 那当然呢 你看它有一些很强悍的性能 甚至一些电控的配件 悬吊系统 LST 这些电控配件都非常的强 那当然大家最惊讶的是 怎么出了一个Ranger XLT Super Cap 这一台车呢 这台车跟现行款的Ranger 看起来好像阳春的许多 但是它价格相对也优惠的非常多 如果说你是用货物税补贴 扣掉五万块的话 大概不用一百万 你就可以买得到 酷耶 那当然它本来是这个 四门的这个Ranger 那改成现在是双门的Ranger 那你不要以为它 改成双门Ranger之后 后面不能载人 后面可以 它有两个小板凳折叠的 所以我们俗称这种车型叫做一箱半的车型 那它当一些比较豪华奢华一些配件相对来得少 你看起来它比较阳春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会比较符合真正一些所谓的自营商 这些需求或是农业用途 林务用途 反而比Ranger来得更好 甚至一些救难用途的一些车辆 会大幅 我认为会大幅使用这样的车辆 我觉得这个福特在这几年 这一年来 它的这个去年这一年来 它这个产品推陈出新 行销策略上面做的功夫非常的好 好 到底还有哪一些新车呢 即将和大家见面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带我回来 平时的GLV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罗哥 其实什么时候来我们也不清楚 不过这个已经受关注的程度已经破表了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刚刚之前在销售报告的时候 我就说GLA它其实卖得不好 因为它其实太有个性 而且它不够休旅车的这种规格 但GLV呢 你看到 它车厂已经四米六级了 就几乎跟GLC一样大 那它虽然是NGCC前轮驱动的这个基础 但是其实大家不在乎 对不对 我休旅车我就要空间够 而且它是有七人座的规格 那它也可以卖五人座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一台实用的大型 豪华的休旅 我算中型好了 GLV就非常符合 它的价格又比GLC更便宜 那造型呢 我们觉得看起来是蛮可爱的 可爱可爱 可爱 对 因为它要方不方 要圆不圆 对 只能这样讲了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 那因为新世代的GLA A我们也还没看到 对 不过其实我们大概可以猜出来 它会长什么样子 它的样子 可是GLV 我觉得一定会卖得比GLA更好 因为可能价位差不多的情况下 它的空间实用性是会更棒的 对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那个Skoda Skala Skala 只能看起来 只能看起来 每个厨出去 咱们看起来 好 也能看起来 就像这种